日本人兵被解放军就职 在战场上,一些日本士兵如果受了重伤的话,就会被部队给抛弃,让他们自生自灭 1945年8月,日军驻东北第一军医院接到撤退命令 院长带着伤员和医护人员逃跑时,遇到了牡丹江 如果换作其他国家的人,或许会想办法渡江 但是,这个日本院长的做法不一样 院长拿出武士刀,逼迫每一个人跳江自杀 由此可见日本人是多么的疯狂了 跳江后,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在了江中 其中有一个叫做伊藤玉子的日本女兵,由于水性比较好,并没有被淹死 后来碰到了解放军医护队,最终被救治幸存了下来 在原本的日军医院中,伊藤玉子是一名医疗护士 在日本国内时,伊藤玉子读了酒,是护士专艺 1945年,日本鬼子战败的趋势很明显了 但是鬼子依旧负于顽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伊藤玉子被拉到了中国战场 展开全文说实话,伊藤玉子和其他的日本人不一样 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只有20岁的小女孩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景象给震惊了 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倒下 日本人显得没有丝毫的人性 因此,伊藤玉子心中一直抱着对中国人的愧疚 战争结束之后,有不少日本人被遣返回国 伊藤玉子也同样有这样的机会,回到阔边已久的家乡 但他下定决心,决定留下来,用自己的余生替日本赎罪 原本就是学的护士专业 后来,伊藤玉子在牡丹江野战医院中,也有了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他护理每一个解放军的伤员时,都十分细致和认真 野战医院里面的伤员,对伊藤玉子的评价都很高 五年之后,伊藤玉子嫁给了第三环的一名军官 并在一年之后,申请了中国国籍 就这样,这个日本女故事,开始在中国成家定居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中日关系得以缓和 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 在中国已经多年的伊藤玉子,也得以有机会回到日本探亲 事实上在日本,伊藤玉子的家人依旧健在 探亲结束后,他的母亲也曾苦苦哀求他留下来 伊藤玉子说,我不会离开中国,我的丈夫和女儿都在那里 我是一个中国人,伊藤玉子最终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把余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事业,为日本赎罪 不知道大家如何评价此人呢? 欢迎留言评论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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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